雲林縣長張立善現身在國民黨金融市黨部出席宣講活動 立挺市長謝國良也替他教區 我們應該給他更多更多的機會 讓他完成他很多的證件 因為不夠兩年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只有第三年以後 我才開始真正 真正可以做我的政策六十 也到差不多第四年開始在驗修 民眾知道原來你是在做這個 連任後第一年 經國市政 經國管政會團隊 他們的開始 跟各方的比賽才有辦法拿到很多政策 如果不說實際 初期生我們就不問瞄瞄瞄 我們所有的說法也一樣 他們也不曉得到底要往哪裡走 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一年半的時間 我覺得有太嚴苛這樣的要求 所以不可以一個定期間 讓一個真正做到不錯的市長 受到政治的迫害 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一同出席的還有嘉義市長黃敏慧 和市長謝國良都是第六屆立法委員 現在分別是不同縣市的首長 對於市長謝國良上任之後 用心推動市政建設 給予高度的評價 讓基隆有愛 各位 你也因為有愛站出來 我想在這裡呢 我們一起來加油好不好 好 我跟國良說 不用怕啦 不用怕啦 我告訴我 我那時候恐怕 恐怕到 真正說實在 但是我們所有的市民 反而這樣看到 看到我們 我相信這一定給國良 帶來更大的勇氣 跟更好的養分 一定會越做越好 鄉南他真的值得大家支持他 最年輕而且最好的市長 讓我們一起加油 國民黨要啟動反制罷免大作戰 包括余林縣長張立善 嘉義市長黃敏慧 以及立委徐宇珍 21號來到金融 參加三元市長謝國良 反惡霸活動 包括國民黨多位議員 也到場力挺 我們大概在12個月以內 尤其在一開始 根本沒有新的 小孩把自己的市政預算上 我們完成了五座的 好的室內兒童樂園 平均兩座 每半年就有兩萬多個 家長跟孩子造訪 在今年內 七座 將全部完成 我們大家在市區 為了孩子 為了長輩 最關心的 齊樓整坪 我們也是一一的 在市區 包括一一路 中正路上 積極的施作 大家看到以前 看媽店雖然很熱鬧 但是整個那個電線感 好像蜘蛛網一樣 全部都已經下地了 然後 我們最關心的是孩子 我想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們在美人美餐的 營養午餐 我們增加了20元 跟台北市現在是一模一樣的 預算 反惡霸挺善良 宣講活動 現場湧入 大批支持者 用實際行動 力挺謝國良 記者 報酬民進行報道 報酬民